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睇期ET 财智Talk 今年的大主题我想大家都知道 超级通胀 央行会否加快 加息 退市等等 我留意到在基金界有一个投资板块 很多都说今年的一定要买重 就是资源 但是我要问问Marco 因为资源在一个减碳的大方向下 有一些公司大家很想避免去碰 但是现在又说 今年的主题玩资源 所以今次就找你上来聊天 在一个ESG减碳的大方向下 究竟我们如何去对待一些资源相关的股份 你知道最近有俄乌局势 搞了资源股也趁势炒上去 有的突然上一转 是的 其实你的客人多不多说俄乌局势 或者俄乌危机和ESG当中的关系的讨论多不多 有 不过就不多的 他们通常我想这一个多月左右的市场发展 最主要都是大家去看看俄乌局势 虽然是一个有人道危机的一个情况 但是都想一下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趁这个机会 可以参与市场里面就有一个投资的机遇可以找到 当然其中一个就讲到能源系列 当中我们看到有油公司 油公司就像你这么说了 正是我们ESG投资里面的 被定性为坏人 因为他们在开采提煉运输的过程都会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 但是我们是这样看的 我们作为一个对于可持续投资的方向 是需要有一个叫做包容性的 还有就是一个叫做公平的转型的机会的 所以其实传统油公司来说 我们只要看一下它的能源转型的方向 它有没有除了在传统的原油生产方面之外 就是说它可能做一些叫做化工 甚至有一些减碳的转变的计划 那这些都是等我们会考虑的 就是不会说完全就是撤资就不管它了 那適逢就这段时间了 那刚才你说资源 那商品 那很多人都看 那特别是我想 那在俄乌战争发展了一段时间 那其实就是了解到很多的粮食 小麦这些 那所以为什么呢 就造就了刚才说了 突然间在第一季度 就这些天然资源类的 都吸引到一些的客户的垂青 是的 譬如你说就是农产品这么简单 譬如你说小麦 玉米那些 其实是后来才找回文赫万万之道 原来这个俄罗斯加乌克兰 占了全球供应是相当多 就是只是说小麦 其实两个地方占了全球供应 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 那如果你说 譬如原油 或者一些比较传统的资源 那俄罗斯客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全球第三大的时候出口国 兼且第二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其实欧洲那些的依赖度都很高 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问你 那些客户在这方面 有没有多少少的提及呢 因为现在俄乌局势所引发的 就是能源安全 稳定性 以及究竟是未来的能源 可持续性的方向是怎样 会不会是加快再多多几步 Marco之前和我分享了一张设计 就是说一些全球平均的油价 这个就是和我以前看过的一些研究报告 有少少相近 我想看看你想怎样解释给我们听 因为往往当国际油价飙升到某些地方的时候 其实都会影响需求 甚至令到国家开始走快点 走前一步 再想一下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要 常常靠着这个这么高的油价 去支配着我们的经济活动 其实会不会 其实适逢最近布林特都想过去接近140元 纽约旗油都接近去到冲破过130元的时候 其实我们又搭一个新领域 是行一个要加快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明白 都借这张图片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很有趣的 这张图片就从1990开始到现在 说的是32年一个大的趋势图表 我们见到起码就是高位 我们见过历史高位 其实在2011、12、13 我想大概十年前左右 其实平均价我们不是说每天的高位 说的是那一年那个平均价 其实差不多110元左右 就已经是到顶了 如果投资者或者观众朋友在这一行里面 都留意投资市场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都听过不少的了 去到高位的时候 亦都是1、2、1、3的时候 就有些投行就会说 喂 见200元了 是的 那没见过了 跟现在那么似的 对了 现在很似的 所以其实有点点启示给大家 我们为什么 反而召回想过的话题就是 由我们在过去2020年底 当时就是新冠那个爆发 其实全球的需求经济活动减慢 油价需求即是立即到底 所以大概那时候都是43元左右 平均 那我们今年讲2022年 大概一季多些的时间 就算刚才提到你不说 100多元 我们8、30元 134元左右 140元左右 那其实就停了 现在回回来 那即使我们见到市场有些波动 甚至是现在俄乌的事件 未完全解决的 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差不多 可能都是一个基本的高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当你要给120元 130元一桶油的时候 去做不同的事件 你就会想有没有代替品 那加上呢 这次我们讲的是一个 就是不同的国家 甚至是欧洲区域的 一个叫做能源安全的问题 如果太过依赖的话呢 其实你是逼这些这样的国家政府 出事的 去加速 没错了 它不能再那么依赖单一个国家的 那所以其实呢 当油价高企的时候呢 很自然它有一个经济的调整 同一时间呢 用家呢 就会想一些代替品 嗯 所以就再生能源啦 甚至是其他的代替品呢 反而会加速了在再生能源 ESG方面的E的发展 嗯 所以就是我问你呢 就是之前我们讲ESG的主题 都过去一两年是比较 就是越来越多人谈及啦 那现在我就觉得 好像这一个的战争 令到大家重新再思索下 未来的那个投资的主题 在这方面会不会加速 我都见到很多国家因应这个事件 是加快推进一些减碳的时间表 对不对 譬如你德国这样的最新目标 是2035年可再生能源 support它发电力的需求 是提早了五年的 是 然后你欧盟 譬如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当中 是要再进一步压低用煤 就是用一些高碳的传统污糟的东西 我都说去支持经济的 那我们的投资主题方面 今年其实会不会是因应这件事件 做一步发酵 其实会的 因为 首先我觉得 各位观众也好 或者投资者留意一样东西 我们看回 这个转变不是说一面倒的 如果现在我看到 有一个图片 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些什么 其实我们说的能源转型 并不是一些新的议题 只不过 我们適逢在过去这几年提及到的能源转型 就是由一个叫做 新和旧之间的交替的比重 慢慢側重去新 结症能源再生能源那边 如果在营光幕看到 其实我们的能源转型 其实发生过几次 由最原本就是一些生物的燃料 变成用煤 煤炭 接着又干净一点 除了石油之外 有些天然气 现在天然气都有的 但是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再生能源 看到很多风能 太阳能都参与了一个 比较大一点的份额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看到人口 变化很大 膨胀了差不多四倍 由第三次 就是第三次转型的 大概18亿左右 现在差不多接近80亿人口四倍 只是说我们其实要很清楚了解 这个进程是会不断发展 慢慢调教比重 而达到碳中和 就不会一下子说 我完全不用原油 煤炭这类的 所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转型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两方面都要考虑 所以我觉得 今次是很特别的 今次第一季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 宏观事件发生了 大家都关心了了解了 去尝试去找一些机会 我想问大家 投资者最想问你一定是 如何拿捏时间点 有时我自己在家思考 我都会觉得 我都知道 他们现在的能源再分配 然后进一步加快 一些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但加快可再生能源的比例 是一个长的投资主题 因为就算它几快 还有五至十年或以上 但短期我们最近发觉 甚至一些骚髒能源 其实都已经因应局势的很多 noise 而炒到更高的日价 估值亦都相当贵 所以我在想在一个投资主题上 是否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其实那些骚髒的东西 我们依然炒 但是我们下一个stage 2 才是将我们更加多的比重 慢慢shift到一些可再生能源的资源 可不可以这样说 这个很有趣的 Gabby 问得好 我想这段时间 大家就 我们特别加上市场 其他的资产类别 都好像很多 很不稳定 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 但唯独是我们见到天然资源 商品类 今年做得不错 我们应该怎样看呢 就是说 其实呢 近期这方面的资产类别 一个录得不错的升幅 譬如举个例 彭博一个叫做商品指数 今年也差不多 第一季先 第一季也差不多 升了25.5% 其他普遍 如果是纯粹股票指数 就做得一般 那我们怎样看呢 我觉得 当然 这类型的商品 除了可以吃到 通胀的议题之外 其实我们要想想 它背后还有什么 长远故事呢 正正就是Debit 他们这么说 它转型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些长线的故事 带来的 而我们去做一些 即今时今日投资者 去找这些机会的时候 那我们要想想 那无论是个别的策略 或者个别的投资工具 它背后有没有其他的誘因 去令到可以支撑这个 不单止一个短期 或者短小小的投资来的 甚至可以帮助到一个长线的投资方向 这里我们有小小想法 ok 那我都可以等下 阿德表你 哪一时告诉大家 好 好 当然要拿上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大家都会在想 我们来的再生能源领域 是有很多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转型图 其实如果大家看到 那些石化能源 占全球的化电比例 其实依然超过80% 但慢慢 越来越多 所以投资银行也好 研究报告基金经理 你们的行家都开始说 可在新能源领域 其实可以买些什么 而当中涉及的资源 是exactly是什么资源 是什么资源 是这样 有没有特别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有个理念 如何追逐 好 在天然资源这个大场面里面 其实我们主要讲几件事 刚才说能源是有一大类 能源有分传统的 油公司 和各种新能源 好了能源以外 就是讲金属类 金属当然大家都熟悉 有些叫贵金属 有些叫基本金属 第三样就是农产品 现在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讲讲金属方面 或者矿物 金矿类的一些投资机会 我刚才都讲了能源类 简单来说 新旧都不能放过 问题就是 传统旧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源转型的 长远计划 才可以继续支持股价 好了 来到金属金矿的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正正就是 去配合整个 就是能源转型的大趋势 背后有一些理念 这张图表是想说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再生能源方面 有很多的 有风能 有太阳能光复的技术 有水力发电 甚至是说核能 甚至是说核能 而当中也有我们说 还有待开发的 叫做能源储存 那方面的技术 那我们一看的时候 原来在矿物里面 有不同的角色 而我们发现到 当中 以铜和铁 运用最多 是用最多的 差不多是横跨不同的技术 风能也好 太阳能也好 水力发电也好 核能也好 储存也好 用铜是用得最多的 而铁也是 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个方向 去投资相关的金属 或者金矿股 这些就是我们知道 留意一下 因为可能大家没什么留意 通常有价 我们的新闻都会报道 是的 但可能有很少留意 铜价 或者铁价 如果大家留意 其实铜价和铁价 对比在三年前 升了很多 铁是特别夸张 因为前段大家都立刻看到 交易所的铁是这样升 消息 升停满 停满交易 没错 而铁就是NICO 其实year-to-date 升幅超过60% 是 铜那些 其实我刚才看见你之前 都看过一下 其实是落后的 是 你见到它 都是那些 几成 即是两三成 不知道这么多 是的 其实如果你说 再排投资主题 知道它的运用 原来这么多 其实就知道 追落后方面 应该去行哪些资源 没错 值得留意 OK 这个很有趣 但我见到这些 基本金属 其实有时候 我都会再配合 有没有第二些 可持续化指的主题 去再扩大去想 因为上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们说到 跟新能源车 相关的一些 投资概念 而基本金属 很多 是很大部分 利用在新能源领域 那里的 那里 如果双主题 一齐配合 那不再可以 narrow down 我们的方法 Tabby 你可以做我们的基因经理 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刚才我们说的 在再生能源方面 其实呢 有一个大趋势 就是我们如果想 全球 减碳的进程 多方面都捕捉到 那当然了 电动车是一个 发展中的一个产业 整个产业 给我们不同的机会 那我们都留意一下 就是电动车的 那个产业 对面中 会运用到什么的金属 那当然了 电动车都说了 要用电池 那个电池 大家一定懂的一个字 就是锂 电池的锂 那原来锂呢 那我们看回 就在现在最新来讲 那我们讲的 那我们讲的 一辆车 那有些讲的一吨 或者两吨 两吨 两公吨 那其实呢 大概呢 我们需要大概5kg 就是5000克的锂 但是随着电动车的发展 那其实去到 就是我们相信 世纪中的时候 因为那个技术 那个叫做续航力 都要加大 那会增加多一点 但是不要忽略 除了锂电池之外 一辆车都要有 就是它的车身的 是 那还有不同的金属的物质 那我们发现到 原来还有 除了铜 是做车身之外 链也是的 又是链了 那还有呢 有一种金属 叫做古画 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看 如果单是一辆电动车来讲 我们去推算 看一些研究报告 一辆电动车来讲 它需要用铜 大概差不多接用120千克 就是差不多 你可以当是两个成年人 那么重的金属 如果是链的话 就差不多一个青少年 三十一KG或者四十二KG 那不看你本身有多壮健 是啊 所以其实我们除了这样看的时候 不要忘记现在电动车 全世界都只有5-8% 就是92%是等传统的车去取代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如果用结晶能源 再加上电气化的进程当中 那这些基本金属或者金礦股 我们觉得其实就有一个背后的支持 就不是只是我们现在担心美国通胀了 所以只是卖一期短的一个参与市场的机会 就不单止是这么多 反而是一个长远的结构性的机会 最重要就是国策的扶持 和全球走的趋势 已经是一个底蚊 支持着那件事 然后呢 这些全部进入路 到时看哪些适合的时机 其实是做商认的投资 刚才Marco分享了很多 譬如电动车那些 我自己其实我也有研究 因为我看到之前这些资源价格有很多 就不理性地已经炒高了 那我找回究竟什么是买什么概念 就是原来一辆车的电池 你就用到链 用到链 用到链 用到股 原来电动机那些 其实同的运用比例有很多 其实夹起来 Marco就告诉你 如果我们听听大方向 这些战最高 那些bar最高 其实就要留意 相关的一些资源企业 但是去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Marco 其实我们有时 哪里会认识全球 那么多这些公司 这些job 当然要交给基金经理 给我们筛选 你如何能够在 那么多noise的环境下 抓住他们转型的机会 哪个最有potential 去帮我们筛选出 对的一些资源公司 很难 其实这个功夫 一点都不容易 当然我们作为 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基金公司 一定有些研究 投资的团队 去帮我们在全世界的股市 里面找一些机会 对的 那我们当中所选择的方式 其实当然 我们除了投资机会之外 我们还要考虑很多因素 包括了本身的股票 上市的公司的市值 它那个市值不可以太小 或者它的交投量不可以太小 因为我们看到 今年也是一个叫加息周期 如果这些中小型的公司 就不像早几年水涨船高 那你一定是选择的 所以我们一定交投量 和它一定是领导地位 第二就是产品要独特 就是你说 其实香港我们都懂的 有些做 香港的股票有铜 鋼 不少隔 在我们身边 但我们要找一些 它的产品和服务 能不能够 有些技术的东西 可以领先到 所以这些是背后里面 我们花了很多大量的投资团队 去做建公司 去很多conference 看很多的研究报告 再经过讨论 去拿出一个结果 所以这些有些东西 就有时候真的要 交给一个团队去做 一个人就看不完 我听你业界 通常都会先行一个篩选法 就是将一些蚁仔的篩走了 那你可能篩走了 原来心里面 都想未来几年积极转型的公司 那你们真的要不停 甚至西走 但你们也有一个 紧密联络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看着 西走再不投资 但不等于永远不投资 因为它除了发展 而且我们一定要 一间公司本身是赚钱 我们不会说 一些 它告诉我这个想法很好 我买一点点 那我们不会做这些 我们看它本身的产品 现有的产品 已经有一个稳定的盈利 好 这些就是 比如一些基本金属相关的 刚才大家分享了 另外其实我们在节目 最开始的时候 也曾经提过一件事 就是和农业或者农产品相关的东西 这个我就觉得是更长的主题 但我见到很多智慧型 又或者一些在市场上面 很有经验的投资者 很多年前已经和我们说 买农产品 买农场 然后最近一两年都依然不停地 去提升这些东西 那会几迎合你 譬如那些ESG相关的一个方向 那个农产品 或者农业方面 我们有什么投资机会呢 当然不单止是希望养一些 或者种一些叫做有机的 我们去买多些 因为我们其实 之前都有 上一次可能有提过 我们在说 全球气候变化 就因为有温室气体 医氧化是其中一个 最主要的有七八成 剩下的那个气体 就是甲苑 甲苑 甲苑大概占20%左右 而甲苑在哪里呢 正正在我们这些叫做 耕作物 農作物 生畜类那里 滋养的时候会产生 所以我们看到 特别是今次我们看到 俄乎事件 小麦 葵花油 葵花枝油 粟米 这些原来都占很多 所以我们更加这方面 着力去找一些 在治疗 化肥 甚至是一些叫做 在肉类方面 它有一些的产品服务技巧 可以代替到 传统化石的一些用品 甚至是一些盐 公用业和商用的盐类 我们是增加到 我们在农业方面的投资 就不同以前炒 就是农作品 或者是买投资 在农产品里面 我们印象中是炒 黃豆 棉花 这些期货 不是的 现在我们全部在天然资源里面 优先的考虑 一定是在应对气候变化 或者一些叫做人类 一些很大的议题 例如量性危机 其实就算俄乎事件没有出现 都要做肉 都要做肉 所以很多这些我们是涉猎到 超乎大家可能是想象的 我们当然有接触到 但可能我们在香港市场里面 就选择不太多 这些真的要找一些大的 更加 我认为 就算不是零售 散户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 其实都是比较新的idea 对 所以这件事就要靠你来 包括教育 让我开始了解 原来甲苑有一个投资概念 今年亦是一个通胀大主题 我想商品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 都是有的 Marco觉得时机上 要不需要配合一下 今年其实都会有很多大会的气候峰会 或者接下来俄乌局势 不知道如何发展 有没有客人问你 今年的机会在哪 很多都炒上去 我说真的 我觉得有几个看法 首先我们面对一个 不计俄乌事件 我们面对一个全球通胀的情况 3月份联储局 就已经優先加息了25点子 接下来5月份开会 最近看到会议设计记录 半a 好鸣派 甚至说5月份 首先就说 息口没问题 一次加50个基点子 接下来就说5月缩表 这样看来的情况 就是通胀的问题 一定会被我们原先上年 讲的过渡性短暂 是来得要长 所以通胀这个议题 或者这个概念 我们如何透过那些投资工具 去应对到呢 第一 第二 就是我们看到 那个叫做气候的议题 那当然了 2022年第一季 大家很忙的 因为就只是说 联储局加息的速度幅度 缩表什么时候 接下来是俄乌战争 前一阵就因为中概股 很多这些困扰了 没有人再提这个ESG大催事 是的 其实今年在2022年底 就在埃及就有个气候峰会27 那我自己觉得 大家当这些叫做消退定案 少少了 无论加息 在5月份左右 一下来 你就知道 投资的市场一定是找一些 的topic去讲 所以就 减碳进程一定会回来 亦都趕着 在埃及峰会前 交交功课 交一些政策出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ESG之前可以这么说 减碳会是一个结构性 就是一个进程 长远的进程 那我们一定是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些机会 最重要是一个投资 我们给自己一个时间 觉得和我们想捕捉多少的上升空间 也是的 对上一次的CORP26会议 其实大家就觉得 之前都玩了一轮这个主题 亦都有很多的讨论 最终出来的方案 大家都觉得 好像不是很到辱 但今年经历了这么多政治的形势 和一些能源的全球 重新洗牌之后 究竟CORP27仍不值得期待呢 不如下次为了有时间 我们再分享多一点 好吗 今集时间差不多 谢谢Marco 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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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还没看 我们下期再见 comentarios